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美尔人最伟大的文化成就是文字的发明 最伟大的文化成就之一是文字的发明 早在乌鲁克文化期之初的文物上就已出现图画文字 它已非全属图画性质还带有一些线性符号 因此文字的起始大概早于该时期 杰姆迭特纳瑟文化期 图画文字发展成为苏美尔鱼的表意文字 由一个或几个符号组合起来表示一种新的意思 例如代表口的符号可以用来表示动词说 代表眼和水的符号用来表示哭 表意文字逐渐发展为表意文字 一个符号表示为若干发音相同的字 例如见和生命发音为体 而两者都用见的符号表示 主字头下面一个钱 这个见 由于表意文字和表印文字一字多意 一字多意使用不变 人们在文字符号前加一些性命性的不守符号 例如人民符号前加一个倒三角形 便表示难染之名 经过这些变化 苏美尔语文字体系基本完备 苏美尔文字是用销成三角形尖头的芦苇杆 或古棒木棒当笔 刻在泥板上的落笔之后 自然形成蝎形 因此称为蝎形文字 苏美尔语蝎形文字对西亚 许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 有着重要影响 阿卡德人 阿摩利人 亚述人 埃兰人 科提人 普里特人 米坦尼人 乌拉尔图人 都对对蝎形文字略加改造 来表示自己的语言 贝尼籍文字 也含有蝎形文字的因素 文学 苏美尔巴比罗文学作品 都是宗教神话和史诗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吉尔加美什史诗 在这首史诗中 乌鲁克成帮首领吉尔加美什 被描绘成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 他骄傲暴力 引起诸神不满 朱神创造巨人恩吉多 去惩罚他 但两人在决斗中却成了朋友 此后 吉尔加美什 百恶从善 为民除害 立下了许多功绩 他的英雄行为 引起女神 伊斯塔尔的爱慕 但他拒绝伊斯塔尔的求爱 触怒朱神 朱神用夺取恩吉多 生命的办法来打击他 吉尔加美什 为朋友的死 十分悲动 决心去寻找 长生不死之方 他历经千难万显 得到永生的仙草 但在归途中 仙草却被蛇偷吃 结果无功而返 这种史诗生动地反映了 人们探索生死 奥秘这一自然规律的愿望 也表现了人们反抗神秘制 但最终难免失败的悲剧色彩 吉尔加美什 史诗起源于苏美尔时代 经历代人们传颂 至古巴比伦时期才编定成书 现存的版本是亚述帝国时期的超本 苏美尔巴比伦文学也有一些反应阶级矛盾 寓意深刻的作品 例如古巴比伦时期的作品 永正值受难者的事 描写一位对神和国王十分虔诚和敬畏的人 他总行好事却得不到好报 不断遭受恶难 从而开始怀疑神的公正 他说为什么到处都是邪恶的事物 在人看来是好事 而神却认为是恶 人所认为是坏事 对神来说的是善 谁能了解天上诸神的旨意呢 这首诗无疑表现了 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 以及对神和宗教的传统信仰 叛离的倾向 又如主人与奴隶的对话 描写主人与奴隶之间 有关十二个问题的对话的情景 奴隶起初对主人提出的要求 只是顺痛的回答 是的 我的主人 后来奴隶终于嘲笑主人 谁能高得走上天 而谁又那么大地填满呢 主人威胁要杀死奴隶 奴隶则针锋相对 我死了以后 你也活不过三天 这首作品 生动地揭露了 奴隶主阶级的贪婪本性 表现了奴隶敢于反抗的勇敢精神 科学知识 在农业生产中 人们为了安排好农师 必须正确掌握四十规律 苏美尔人很早就注意观察天象 当时天文学与占星学混在一起 由祭祀掌管 许多神庙内都设有观像台 苏美尔人根据月亮运行的规律 制定立法以月的圆缺 照而复始为一个月 一年分为十二个月 六个月 每月三十天 另六个月 每月二十九天 全年共三百五十四天 这样每年比太阳年 即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的时间 短十一多天 十一天多的时间 随至润月来补足 苏美尔人制润月上评经验 例如乌尔第三王朝时 有一年曾制三个润月 这说明以前已经很长时间 未制润月 古巴比伦时期 制润月已有一定的规律 古巴比伦人 已能将行星和恒星分开来 区分开来 并且知道水 果 木 金 土 五大行星运行轨道 他们观察出太阳在恒星背景上的 四运动轨道 黄道 依黄道上各星座代表的地段 而花出太阳 在一年十二个月所处的位置 即黄道十二宫 古巴比伦时期的文献中 还记载了对流星 混星等星变异象的观察 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数学知识 达到古代很高的水平 苏美尔人采用十进位和六十进位技术法 他们运用六十进位计算时间和圆周 将圆周分为360度 时间一小时为60分 一分为60秒 古巴比伦数学家已经知道四则运算 能求出平方根 立方根 解除三个位置数的方程式 在几何学方面 他知道运用商高定理 高的平方加裹的平方等于弦的平方 能计算出长方形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积 并将这些方法结合起来 计算不规则形状的面积 我巴比伦数学家还算出圆周率为三 苏美尔巴比伦的建筑和雕刻 也达到古代很高的水平 塔庙是苏美尔建筑的典型代表 它是建筑在层级高台上的神庙 苏美尔人习惯在旧神庙原址上建新神庙 由于历代虚建 神庙地基变成了高台 苏美尔城市都有塔庙 它是城市中中有的建筑物 最著名的乌尔大塔庙 共四层 底层面积为61×45.7米 以上各层面积逐渐缩小 由于宽大的梯道从底层直通顶层 顶道中央有一亭格与两边横的梯道相通 各层表面依次扑以黑红青色和白色的砖块 分别代表阴间人世天堂和泰阳 顶层上有一座庄严树木的殿堂 塔庙的装饰也很清美 墙面的幅朵组成垂直的凹凸形直线 门洞为拱形 苏美尔塔庙的这种装饰技术日后成为两河流域建筑的重要特征 古巴贝伦时期的建筑成就突出表现在王宫建筑方面 古巴贝伦王国的王宫历经战乱破坏遗址 又因地下室为较高无法发掘 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但同时期的玛丽王宫却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玛丽王宫面积达24000平方米 各种大厅和房间600余间厅房的墙壁 大多是以彩色壁画 表现征战 狩猎 贡献 县购 以及宫廷生活等方面的题材 王宫大院变质奇花异草 景色秀美 这座宏伟富丽的王宫表现了古代人民高超的智慧和技能 苏美尔巴比伦的雕刻艺术具有其典型风格 苏美尔雕刻表现手法较为刻板 人物一般呈静待姿势 不过苏美尔艺术家也注重用宝石镶嵌眼睛 使人物面部仍崩溃有表情 例如著名的安纳图姆旧碑 其上的浮雕描绘拉加石王安纳图姆率军 征战的场面 阿纳图姆形象高大 面部和眼睛表现坚毅有力 显示出王者鹦鹉雄伟的气派 古巴云林时期的雕刻 已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哈姆拉比法典上的浮雕 沙玛式神面目线条朴实有力 表现出庄严肃穆的神情 站立着的哈姆拉比 面目和神态刻画的虔诚而坚定 这种刚进朴后的风格 为以后两河流域雕刻艺术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苏美尔巴比伦文化 对古代西亚文化的发展 有着深远的影响 它在人类文化历史上 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节到这里 结束 明天开始我们读第三节 最初的文明夏 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 谢谢 再见 请订阅